我們要介紹一下台灣的作為 我們知道是台灣的作為 太平民的作為台灣漏洩 其實我們現在台灣的規矩 台灣已經在用台灣之類的國際法理 叫做制裁 所以來自體的台灣 我們自己的利盜 我們也不會再做 我們不會再做制裁 我們可以去挑戰 台灣租也對 得到